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打告 天后上帝感谢你保守赐福 让我们今天上午有这段时间 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中做思想 你来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 使我们借着你的引导和开启 明白你话语中所告诉我们的 你光照我们 使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本相 也知道你的救恩 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蒙你眷顾 听我们的眼光交托 靠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我们上次讲到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 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三章 那么我们很快复习前面 那么蛇比所有的活物更狡猾 狡猾这个字 它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 正面的话就是通达 通达 这是那负面我们就换作狡猾 所以同一个字 所以这就表示说一个人到底是通达还是狡猾 其实他就是一个看他的心意是如何 如果他的心是正 他就通达人 如果他的心是有私心有负面的 他就是一个狡猾的人 狡猾 那么这个蛇到底是我们眼睛看到那个蛇还是撒旦 那么上次我有跟大家讲 从启示录那边看后来圣经的描述 跟等一下大家可以看这句话就可以知道 它是有双向双样的 就是是蛇 但也是撒旦 也是撒旦 那么这边我们复习就是说 这个撒旦当时引诱亚当 引诱的方式跟夏娃讲 神举事不许你们 所以用说话的方式来看的话 亚当应当也听到这句话了 所以然后话是不可言中的所有树上的果子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撒旦试探人的方式 是从一个夸大的一个方式开始走 那么夏娃的回答的话 就给撒旦留下一个有机会继续诱惑的地方 他说不可吃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那么撒旦对人的诱惑就是你们一定不死 你们不一定死也可以翻作一定不死 因为就讲理由 第五节就理由 理由是什么 上帝觉得你们吃的时候 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 就可以知道善恶 那我跟大家讲观的不是很好 就是上帝不给你们吃 因为你们吃呢 你们就会像上帝一样 自己决定善恶 自己决定善恶 眼睛明亮就是自己做主 你自己做主啊 上帝不给你们吃 因为你们吃了日子 你们就会跟上帝一样 自己做主 自己决定善恶 不是不知道善恶 是你决定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由你来怎样做主 好了 所以这就是对人的一个诱惑 所以女人就看到 那个树的果子 那么人受诱惑也是一样 就是从眼目开始 眼睛看到 那么你就看到 这个树上的果子 实在看起来让人很舒服 很喜欢 又可以又好吃的样子 然后更能够使人有智慧 有智慧 这个智慧就是前面讲的 你可以自己做主 自己做决定 自己可以做这些 所以这个智慧 就是讲到让人 这个智慧 这个智 也是一样 正面的智 正面的智 是讲到一个人 有见识 有洞察力 负面性 就是这个人 是知道怎么样 往成功的方向走 兴旺的方向走 所以上帝说我要灭绝 智慧人的智慧 聪明人的聪明 这个是讲到 智慧这个字被用在 比较不是正面的叙述 就是那一种 人自以为有聪明智慧 但是自以为 自己这样子是 可以成功 可以兴旺的 反而怎样 反而受限于 人的所知 人的有限 好了 所以他们就吃了 吃了以后 第七节 眼睛明亮 就是眼睛被打开了 被打开了 被打开 所以被打开就是 他就真的落在那一个 对上帝 不能够在 顺服上帝的情境当中 所以就用眼睛明亮 被开启了 所以他们第一个 好 我们今天从第七节开始 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勤子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认知做改变的 第二章25节 讲到夫妻两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但是当一个人 不顺服上帝以后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是 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 然后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勤子 就觉得自己有羞愧了 有羞愧了 那么为什么赤身肉体 要羞愧 为什么赤身肉体 要羞愧 那就表示 人已经没有办法在这样子的坦然无据的把自己选在别人面前 人不在坦然无据 所以为什么因为人开始有惧怕的心 怕什么怕别人怎么看我 怕别人怎么看我 第二个第八节躲避耶尔法的面 神的声音来了 他知道上帝来了 怎么办 他开始躲避神 怕神 所以人怕人 人也怕什么 怕神 所以 当一个人坠入了世界以后 其实人自己做主的时候 离开人 原来上帝给人的那个位置的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惧怕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守住上帝给你的位置 因为你离开那个位置惧怕就来了 惧怕就来了 所以 这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决定丧恶 事实上不是 人开始惧怕了 惧怕是所有的 罪在人生命中的开端 知道吧 我们都是惧怕 我们怕 怕将来怎么办 所以我就现在希望多赚一点钱 我怕将来不知道怎样 我想办法买房子 因为房价涨得太快 对不对 我不是怕 怕工作没有 怕儿女不孝顺 怕什么都怕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想结婚也抢 这次见到婚姻也什么 怕 没有 想孩子也想 有孩子也怎样 怕 我们都活在什么 惧怕当中 因为我们 我们碰到环境的情境 我们不能掌握的时候 我们就怕 或者我们觉得掌握的不到 我们自己能够觉得安然的 我们就怕 所以惧怕 所以惧怕 你就看到惧怕 绑住人的心 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 因为真正的爱里面没有惧怕 那么惧怕 最大的惧怕是在审判台前的惧怕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最大的安全是什么 将来在审判台前 我们怎样 坦堂无惧 可以站立在审判台前 那个才是真正的安稳 好 那么 第九节 神就要喊 那人 那人就是亚当说 你在哪里 所以表示说 我刚才讲的 人不顺服神 就离开位置 知道吧 离开上帝 把你摆放的那一个位置 所以上帝就问他 你在哪里 然后他就讲了 第二 第十节 他就讲了 把他心讲出来 我听见你的声 我就什么 害怕 所以这就是害怕 然后呢 因为我赤身肉体 十一节 神就问他 谁告诉你赤身肉体 难道你吃了我 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吗 所以你看 人离开了以后呢 人的思想观念 就开始不是放在 上帝给人去思想的 那个位置上 那个位置上 知道吧 那个位置上 所以离开那个位置了 所以呢 就开始担心恐惧害怕 害怕 就好像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好像一个小孩子 对不对 他本来认为自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 可是等到十岁的时候 突然发现自己是被领养的 他会怎样 他会害怕 对不对 因为他不在原来那个位置上 知道吧 他会想 那我的真正的父母在哪里 那这个领养我的父母会 会再这样继续爱我吗 是不是 所以人就是这样 你离开那个位置以后 你的心思就开始不一样 所以恐惧就临到人 那么上帝问他的时候 问他的时候 其实是给他一个机会 给他一个机会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神问人就是给人机会 悔改 但是亚当没有 正经也没有说 为什么亚当没有 其实这就是罪 罪带来的惧怕以外 再来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亚当就开始说话了 你所赐给我 与我同居的那女人 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 我就吃了 你看他把事情推给谁 夏娃推给神 对不对 是你给我这个女人的 是你哦 是你赐给我的 所以他人 你发现 人罪的本性就是什么 就是推卸责的 不需要教知道吗 如果你不相信 问妈妈就知道 小孩子如果有出差错 你问他 他一定看旁边有谁可以推 他一定有理由 人就开始推卸责了 那么不用教 人就开始很自私 然后人就开始推卸责了 然后上帝就问女人 你做什么 女人就推给蛇 看到没有 他就说蛇引诱我 我就吃了 我就吃了 他没有学亚当说 就是你造的那个蛇 那么上帝就问蛇 你做的你自己做的 上帝不问他你做的什么 上帝不问他你做的什么 上帝就直接讲 你自己做的这事 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深处野兽更胜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生吃土 我要叫你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跟你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你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 你要上他的脚跟 这一段话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讲到蛇比万物所受的咒诅更胜 万物都受咒诅 不是只有蛇 读这段话你要知道万物都受咒诅 所以罗马书八章就告诉我们一个实际的情况 罗马书八章19节到21节22节 罗马书八章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19节到22节就这样讲 我来读 本来这个八章讲到19节就讲到说 我们现在人活在世上很苦 很苦 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 第八章就讲到说不仅我们很苦 不仅人很苦 他说受造之物 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 就是所有的受造之物都在等上帝的种子显出来 谁是上帝的种子 就是我们 属神的人显出来 为什么20节 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 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虚空就是败坏的辖制 败坏的辖制 虚空就是什么 败坏的辖制 什么叫败坏的辖制 就是所有的万物在这树上都会败坏 都会败坏 所以他们要求生存 他们要求还原 所以生物学家就跟你讲 这些动物只有两个本能 一个是求生存 一个是生养下一代 那我们就觉得他们讲的对 其实那个是受咒诅的情况知道吧 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是受咒诅 不是上帝造的本来的样子 了解吗 受咒诅 受咒诅导致 狮子要存活 对不对 老虎要存活 是不是 各种万物都要存活 所以他是败坏的辖制 败坏的辖制 那么呢 他们不是喜欢这个败坏的辖制 他们在等 等到哪一天可以脱离 所以二十一节 得想神而你自由的荣耀 想就是进入 所以人如果得自由了 万物就得自由知道的 人犯罪就是被罪捆绑 了解吗 罪就是败坏 败坏的辖制 所以人被罪受败坏的辖制 那么动物是属我们的 所以他们也受什么 败坏的辖制 所以哪一天人都恢复自由的 万物也怎样 自由的 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观念 观念 所以我们都在他们 所以二十二节说 受造之物一同探惜劳苦 直到如今 那我们就是 人在探惜劳苦 人一生就是探惜劳苦 万物也在探惜劳苦 只是大家都不得已 那追根究底 就回到创世纪第三章来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撒旦 借着蛇引诱人 人犯罪了 万物也都受什么 夹制 好 所以我刚才提的就是 万物都受咒诅 但蛇所受到的咒诅更大 更大 好 这个更大讲的是什么呢 你必用肚子行走 终身吃土 那么我问大家 你有没有看到蛇在吃土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蛇本来就用肚子什么 行走 但他没有终身吃土 对不对 好 所以先放着 然后我要叫你 与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那么呢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这边我们要讲 先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所有的男人跟女人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 都是男人跟女人的后裔 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 就他没有父亲的 就是耶稣 就是耶稣 所以这一段话已经告诉蛇一件事情 就是将来有一个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 那么呢 他要伤你的头 就唯有他可以胜过你 知道吧 伤你的头 就是把你致死 知道吧 这个就是只有他可以怎样 胜过你 他一定会胜过你 然后你却要伤他的脚跟 但是你可以伤他的脚跟 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死的时候 是被钉在什么 十字架上 所以圣经这里讲的 这个蛇跟女人 都是不是讲表面上的这个字的意思 而是在讲到预表将来的 跟救恩有关 然后女人 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 跟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所以女人的 女人 女人是要讲的是什么 蛇不跟男人为仇吗 撒但不跟男人为仇吗 也有啊 也有啊 对不对 所以女人就不是用这个解的 知道吧 女人就不是用这个解 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 女人是什么 到启示录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了 启示录的时候就讲到 讲到了 我们看启示录 启示录第十二章 这件事情到启示录十二章就讲出来了 圣经最后面最后面最后一件书就是启示录 我来我很快读一下启示录十二章 好 天上出现大异象 有一个妇人 身披日头脚踏月亮 头戴十二星的冠冕 他怀了韵 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 天上又有异象出来 有一个大红龙七头十脚 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 摔在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 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什么 孩子 对不对 好 这个妇人就生一个男孩 是用铁杖侠管罐游的 那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 妇人就逃到哪里 旷野 好 那么再来第七节 天上有真杖 迷迦勒 所以米迦勒就天使长 跟他的使者跟龙争战 龙跟使者就去跟他争战 龙没有得胜 天上没有他们的位置的 所以大龙就是那骨蛇叫魔鬼 就是迷惑古天下被摔在地上 看到没 好所以这个撒旦是谁 是那个龙 就是那个骨蛇 知道吧 就创世纪那一条蛇 好 然后呢 他现在已经被摔到地上了 摔到地上 好 十三节 龙见自己被摔到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那大鹰的两个翅膀给妇人 他会到哪里去 旷野 然后蛇想吞吃他 但地开口把水吞了 十七节 龙向妇人发怒 以他取义的儿女争战 好 仔细看下一节 那儿女就是守神诫命 为耶稣怎样做见证的 所以女人是谁 女人的孩子是谁 就是为耶稣怎样做见证 知道吧 所以女人讲的呢 就是上帝的国度属神的 知道吧 是教会 是属上帝国度的 以示录告诉我 这就是女人 所以新郎是新妇 知道吧 新妇就是女人 所以圣经用女人形容什么 教会 教会 好 这样清楚了没 好 整理一下就是 创世纪第三章已经讲的 蛇就是谁 撒旦 撒旦要跟属神的儿女们怎样 正在 知道吧 神的儿女 就叫女人的什么 后衣 最后女人的那个后衣 要胜过她 因为她要伤她的头 但是她会伤 女人后衣的什么 脚跟 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有苦难 那 了解吗 因为蛇一定会伤我们的什么 脚跟 但我们要伤她的什么 头 因为我们已经胜过她了 好 这个 所以这边蛇都是在讲魔鬼 所以你才看到 地上的蛇都是爬行的 但他不吃土 知道吗 不吃土 他还是吃其他的什么 老鼠啊这些 知道吗 那这段话在讲什么 所以这一节要怎么解释呢 就是 他就讲到这里 万物都受咒诅了 然后呢 蛇 你要比 你就最最卑贱的 让人看得最不舒服的 所以你终身吃土 就是讲你要 活在被人证悟当中 证悟当中 知道吗 因为吃土代表 你是活在 吃那些最没有价值的 你被人厌恶的意思 所以十四节呢 我再讲一次 一个一方面讲蛇 蛇 因为他被撒旦利用 所以他被人厌恶 被人厌恶 人认为最卑贱的 人不喜欢的是什么 蛇 另外就讲到 撒旦 你竟然借着蛇 那么蛇来引诱 将来呢 你 你会显露出来 你会跟上帝的 儿女们怎样 相争 相争为仇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经文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 六十五章 六十五章二十五节 因为这是讲属灵的字 所以我要翻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以赛亚书 有没有找到 在圣经中间的地方 好 第十七节讲什么 看啊 我造什么 新天新地 知道吧 新天新地呢 就是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 那个是一个永远和平 满足喜乐充满的地方 所以这边就是用 用反面性的叙述来讲 那个地方很快乐 好 那个地方呢 大家都在当中 欢欢喜喜的居住在那里 我读二十四节 你看你将来到新天新地 你尚未求告 上帝就应怎样 应饮 你还没说上帝就已经怎样 垂听 就用这个来表达 我们跟神的关系 非常非常的密切和好 好 二十五节 财狼必与羊羔同时 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 好 这表示说 本来受败坏挟制的 狮子老虎现在都怎样 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跟羊羔呢 跟牛怎样和平共处 知道吧 好下面这一节很奇特 尘土必做蛇的什么 食物 在我的圣山片处 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 这是耶和华怎样说的 所以什么时候蛇才真正吃土 千天心地 千天心地 所以那一节的写作跟这一前面 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 写作不一样 那一节写 尘土做蛇的什么 食物 那一节没有咒诅的意思 知道吧 就是你狮子老虎就吃草 那么蛇你吃土 你也可以活得很好 所以意思就是 这一切人都不太害怕 知道吧 不太害怕 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 才能够把这一节呢 能够做一个整理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明白了 明白的是什么 我们先讲蛇 蛇就讲到万物受咒诅 蛇更甚 蛇是被人更厌恶 更讨厌 更不喜欢 这是第一面 第二面就讲撒旦 撒旦将来就要 与上帝的儿女们怎样 为敌 为仇 然后呢彼此相争 但是呢 最后女人的那一个后裔 要胜过她 但是她会伤 女人后裔的什么 脚跟 好 这一段有没有问题 所以十五节的 这个女人的后裔是 是指我们 然后 然后 要伤头的 舌头的女人后裔 可是是指我们 对 对 好 所以我们 从启示录去看 才知道这个事情 要不然我们一直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这样写 知道吗 那启示录刚才读的就很清楚了 那个护人 就是要生上帝儿女的那个护人 那个护人先生的一个做王的 就是基督 对不对 然后之后她的儿女不要继续增长 那保罗在写龙马出八章的时候 她的启示录都还没有 还没有启示录 对 但是她就已经 启示她就知道了 他就启示就知道了 他就启示就知道了 好 你刚刚说 以西亚食物的 65章 的那个 成土必做蛇的食物 是那个时候蛇真的吃土 但是也不是不好的事情 不是不好的事情 就是上帝可以给他吃土 意思就是说 蛇 我们已经不厌恶他了 因为他也不用再咬人 也不用让人觉得可怕 他有他自己的食物 而他的食物 就是土 牛 狮子也不用怕他 因为他食物就是什么 就是草 我们现在看到蛇自然就会紧张 不用教 好 第十六节 可以 那我们就来看女人 女人呢 上帝说 你 神 对女人说 你要加征你怀胎的苦楚 就是怀胎是有苦楚 但是苦楚怎样 加征 加征 女人 怀胎呢 当然不舒服嘛 对不对 你肚子里面多了一个重量 然后 越来越重 然后就压迫你 让你 不好呼吸啊 或者是 饮食上受到一些难处啊 等等 对不对 然后生产而你 然后生产而你 必多受苦楚 这个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只有人类的女人生产是很痛苦的 其他动物也痛但好像没那么痛 人是最痛的 从比较起来来看 好 所以第一个讲到 讲到这个 生理的部分 受到的一个 上帝的一个 这个不是咒诅 这个是一个管教 知道吗 这个管教 每一次 我们看到女人 白胎生产之苦 我们就要想到 想到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是罪人 知道吗 那个是一个上帝 说话的证据 了解吗 上帝说话的证据在那里 第二个 第二个是 你必恋慕你丈夫 你丈夫必怎样 管辖你 第二个是 恋慕 恋慕 就是 恋慕就是 你很喜 想跟你的丈夫在一起 知道吧 那么呢 你丈夫必怎样 必管辖你 管辖就是怎样 想要用他的权势来怎样 来控制你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 这表示上帝 照男人跟女人的时候 女人需要爱 不要被爱 那么所以呢 他很想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呢 丈夫呢 本来这个爱 本来这个爱 是夫妻两人 赤身肉体 并不羞耻 对不对 现在这个爱里面 这个爱已经变了 变成一个 有羞耻 有惧怕 有恐惧 有自私的爱 所以就变成什么 管辖的爱 好 所以将来读雅歌 我就会跟你们讲 本来的爱 是归属的爱 归属的爱 后来的爱 变辖制的爱 现在人的爱呢 是辖制的爱 没有罪的爱 是归属的爱 知道吗 归属的爱是什么 我把我给你 叫归属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叫归属 那么辖制呢 是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们夫妻之间也会这样 你是我的妻子 那么呢 我们就变成一个 占有性的爱 辖制性的爱 而不是讲 我是你的丈夫 我是你的 知道吧 我把我的给你 这叫归属性的爱 父母也是一样 这是你是我的儿女 那么我们就 不是把我们的爱 给他而已 我们变成占有 我们想要辖制他 管辖他 所以现在很流行的话 叫情绪勒索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 人有罪的 最典型的例子 本来是好的爱 但是就会变成什么 变成 辖制的爱 占有的爱 而不是归属的爱 给予的爱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人呢 你就受了 身理跟心理的 那样的一个难处 那这个难处 上帝说了就不会解除 知道吧 一直要到你在救恩里面 在救恩里面 好 所以这是一种 一种对人的管教 对人的惩罚 那么再来 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 这是亚当的一个 一个 没有做头 他要承担的责任 知道吗 亚当你是头 因为这个话 对你讲的 结果呢 你妻子吃了 你没有禁止他 你没有这个 责备他 你没有 你反而怎样 你反而跟着吃 好了 所以呢 这个是亚当失去 他自己做头的 做头 知道吧 所以男人 做丈夫的很重要 你在家中一定要做头 因为上帝跟你要责任 做妻子的 不要替他做头 知道吧 不要替他做头 了解吗 因为他 你这个 你听从妻子的话 吃了我吩咐你 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 好了 那么下面 地会受咒诅 刚才是万物受咒诅 现在地呢 土地也被什么 咒诅 咒诅 所以地呢 就必会 咒诅 你就终身老苦 终身老苦 才能够得吃的 那么地会怎样 给你长出荆棘跟井里来 然后你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所以你看 男人就活在 很艰难的当中 本来男人要修理 看守 伊甸园 所以上帝造男人的时候 给男人在一个 工作上的满足 但是这个满足 变成男人工作上的重担 重担 重担 知道吗 所以男人很想 很想要拿高位 很想要多赚钱 很想要怎样怎样 那变成重担 为什么 地会长出荆棘跟吉里 地上的 你种过菜的人就知道 你不用去种荆棘 知道吧 你不用去种杂草 知道吗 自然就会长什么 杂草 你一块地 你不会说 你不用种西瓜 就给你长西瓜 没那么好 知道吧 但是他肯定可以给你长杂草 总之给你长一些你不要的 所以这个叫地会受咒诅 受咒诅 那么呢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 看到 男人 男人 在这里 在这里 你要不要忘了 你的位置在哪里 知道吗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看到神就这样困惑 那果然 你看到人现在很痛苦 很辛苦 早出晚归 然后就赚了那些钱 然后拼了半天买个房子 然后呢 继续欠债 对 然后一直做 做到什么 做到 汉流满面材的湖口 对 好 然后到最后就是 从尘土而出的 再归于什么 尘土 所以你看 这里接下来就讲到 好了 这些事都定了 定了 定了 那么呢 这里就让我们看到 看到什么 人不听上帝的话 就要付代价 知道吗 要付代价 而且你会发现 那付代价 不是只付一时的 看到没有 不是只付一时的 那神让人落在这个当中 就是要让人不断的知道 人的光景是如何 好让人有机会 悔改 悔改去倚靠神 因为前面是不听从神 所以人在这些事上 都是要提醒人 你要听上帝的话 要听从上帝的话 好了 二十节 亚当这时候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这一节就是回应前面 因为前面他失败了 所以上帝说你人的后裔 对不对 要得胜 所以他就讲给他你妻子起名叫众生之母 知道吗 其实他是有一个盼望 将来他的夏娃所生的孩子 都可以胜过什么 舌 胜过诱惑 都可以听上帝的话 那么上帝呢 给他们用皮子做衣服穿 他们原来用无花果树 对不对 上帝这时候用一个皮子穿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思想 亚当已经开始想了 有一个盼望 但是上帝告诉他 那个盼望 是将来有一个皮子 来给他们做遮盖 知道吗 一个皮子给他们做遮盖 那个皮我们知道是谁 因为上帝的羔羊 对不对 背负世人罪孽的是谁 是耶稣 所以要有一个为我们牺牲的 来成为我们的遮盖 人在上帝面前才不会赤身肉体 好 这样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赤身肉体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我们地上的帐篷 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所造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第二节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 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 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 就不至于什么 赤身了 知道吗 赤身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 并非愿意脱下这个 乃是愿意穿上那个 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 怎样吞灭的 所以我们现在赤身肉体讲的 是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 知道吗 必死的身体 为什么必死 因为被罪怎样 被败坏匣制 所以我们在等什么 等一个 将来可以穿在在天上 知道吗 所以我们知道 将来穿在天上的 就是见证天上的荣耀 那是我们灵魂要住的地方 就是天上的房屋 所以这里赤身肉体讲什么 讲的是我们的生命 住在这个身体 就是住在这个帐篷 知道吗 那将来我们的身体 要住在那个什么 荣耀的形体里 所以原来亚当跟夏娃 住在这个身体的时候 不会羞耻 知道吗 因为他只知道 我的生命是住在这个身体 那没有羞耻 因为没有羞愧 没有亏欠 知道吗 但是呢 患罪以后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害怕 我们就担心别人怎么看我 怎么看我 所以我就要怎样 穿衣服 但是这不是我们 我们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本相见上帝 要怎么办 我们需要那个天上的房屋 我们要天上的衣服 穿在身上 也就是耶稣给我们做成的衣 做成的衣 所以 所以 这个 耶稣就讲到 我们将来到上帝那边 要穿衣袍 公衣的外袍 这叫 那一个保罗讲的 我们要穿上这个公衣的外袍 使我们的罪被赦免 知道吗 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把第三章 跟第二章这些赤身肉体 我们就清楚了 所以不要想说 因为没患罪 所以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不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这样子我们 再来 再来看下面那个问题 就是死 死是什么 死就是以生命隔绝的 知道吗 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死 好 所以二十二节讲 上帝就讲 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了 这是上帝自己的对话 知道吧 他说 相似能自己决定善恶 就他已经变成这样的 然后如果他又摘生命树的果子 就永远怎样活着 那就 问题就严重了知道吧 如果我们已经是罪人 又永远活着 那么永远是什么 罪人 所以我们就 就没有办法得救了 所以呢 上帝就把亚当 拆派出去 出去 离开伊甸园 到什么 到这个地上来 然后 在这个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督国 跟四面转动 花火焰的剑 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上 我先讲火焰的剑 火焰的剑就是背负我们这个罪人 知道吧 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接近到生命树 意思就是说 我们人都会在寻求一个永生 但是呢 我们却求不着永生 求不着永生 你可以看到很多世界上的宗教 都是在找这个生命 但是呢 事实上生命树的路 被那个四轮转动 花火焰的剑 跟基督国给护卫 好 那么就是对付有罪的人 让他这一节就讲到 我们人是找不到生命树的果子 那么基督国是什么 基督国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我们一般称基督国就是神前面的佛物 知道吧 佛物 佛物 那么呢 他是服侍神的 所以呢 他就是那一个 服侍神的 好 我们看一下 《与希节书》 《与希节书》 《与希节》你们要先找得出来 在以赛圣经中间的附近 这个 《与希节书》第四章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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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讲到那个活物 活物 这个就是讲活物 所以我只给大家看第五节 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 它们的形状乃是这样 有像人的形状 有四个脸四个翅膀 腿是直的 脚掌像牛的蹄 都像光明的灿烂的铜 四个翅膀下面有像人的手 那么它们的翅膀跟翅膀相接行走 各自向前并不转身 脸的面也有四个面 有人 人 狮子 牛跟鹰 然后在当中四个活物 那么十二节它们都往前行 灵往哪里 它们就往哪里 所以这就是讲到 这就是基督伯 这就是基督伯 就四个活物 好 那么这个基督伯对以色列人 并没有并没有这个 他们知道因为将来在宝座前 宝座前也有这个基督伯的形象 你看第十章 第十章 以西结书第十章 第九章好了 第九章 刚才那个基督伯是什么呢 那些形象是什么 第十章 第十章 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督伯上 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 有没有 好 所以我就这样讲就好 因为那个以后再讲 以西结再讲 基督伯就是在上帝面前的活物 知道吗 活物 用来服侍神的 所以他一般我们也把它归类天使掌 天使掌 好 这个就是活物 知道吗 我们用活物来形容他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活的动物 记得 它不是一个 讲那个活的动物 好 那个活物在哪里 我们再看一处 启示录第四章 我们需要讲一些天上的东西 所以大家不要用地上的东西去想 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 翻到我读几节 第一节 我看见天上有门开了 然后呢 有像吹号的声音跟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然后他就被 第二节 我就被圣灵感动 所以约翰就带到天上去了 看到一个坐宝座的在那里 那么第四节 宝座周围24个长老 坐在24个位置上 第六节 看到第六节 宝座前像一个玻璃海 宝座中跟宝座四围有四个什么 看到没 活物 那么呢 遍体都满了眼睛 这是以西节书有讲 第七节 第一个活物 刚才不是讲四个面吗 狮子 牛 脸跟鹰 有没有 那四个活物 前面讲四个翅膀 这里讲六个翅膀 但前面那边有讲有两个手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不断地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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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四活物 第九节 将先感谢荣耀归给神 然后呢 第十节 24位长老就呼呼敬拜 看到没 这样我们讲到这边就好 我们再回到启示录 不是 创世纪来 所以基督伯就是什么 就是在上帝面前 那么服侍上帝的那个活物 那么他们完全照上帝的灵形式 所以一般我们用天使长 因为他的位阶很高 在二十四位长老之前 来称呼他 所以 人不可能有任何人有能力怎样 接近什么 生命术 知道吗 生命术 好 所以现在我就要讲了 到了第三章结束就要讲死是什么 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死 死第一个包括 被你连累的万物都死了 知道吗 万物本来活得好好的 对不对 那让人犯罪了以后 万物都被败坏的辖制了 有没有 败坏的辖制 所以死不是只有没有生命 而是活在败坏的辖制 一直到死 知道吗 所以我们人的身体 活在败坏的辖制 直到死 你们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 对不对 你一个小孩生出来 然后慢慢长大 长大到成人 对不对 然后这些越来越什么 然后等到越来越老 毛病就越来越怎样 多到最后就怎样 这身体就不能活了 所以死第一个讲 我们的这一个身体 若万物一样 都落在败坏的辖制当中 这是死 第二个讲的死 第二个讲的死 是我们没有办法再听从上帝的话 因为罪已经怎样 罪已经在那边 跟我们跟罪在相争 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本性里面 已经有罪在那边跟我们相争 而且我们是卖给罪的 这是罗马书讲的 所以第二个是罪 罪的公价就是什么 死 所以第二个讲到我们的生命 已经是在罪的底下 那结局就是什么 死 第三个讲到死就是什么 我们永远寻不着生命 出的果子 好 所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就可以发现 第一个是我们在败坏的辖制当中 然后到最后我们就怎样死 第二个我们在罪的里面 到最后还是什么 死 第三个呢 我们得不着什么 得不着生命 就一直往死的方向走 那说好 我们想尽办法来得生命数的果子 我们得不着 得不着 所以人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死 必定死 好 所以第三章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刚刚那个第一个说我们的死 是我们的身体活在败坏的辖制吗 可是我们又讲到肉身复活 并且容身 那这个肉身就是 所以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 我们会带新的形体来知道吗 所以我们讲肉身复活 这个意思就是说将来我们的灵魂可以住在一个有形体的身体当中 但是不是这个身体 不是这个身体 然后第二个就是基督伯也是天使长 那个米迦勒也是天使长 所以米迦勒是撒旦 是过路的 不是米迦勒 撒旦不是 撒旦是另外一个 所以米迦勒也不是 米迦勒是好天使 加百列是好天使 这几个是这样子 所以基督传有蛮多个 很多个啊 那像我们现在寻不着 就是伊甸人啊 或者是密迦勒是因为我们不准 所以我们已经跟那一个 上帝造的那一个 可以活的地方隔结了 知道吗 所以一般我个人是不在地上找伊甸人 知道吗 因为生命树不会在这个地上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是 当夏娃被蛇引诱的时候 或在赤下那个 分别上的祖国子的时候 其实上帝都知道嘛 那为什么上帝不执子 蛤 阻止就达不成上帝的计划 所以 上帝当是袖手旁观 看我们自己做选择 不是 上帝只能忍耐 因为他旨意要实现 所以上帝就忍耐 你知道吗 人一定要得到他儿子的生命 这才是上帝的目的 对不对 我们上帝最终要把神儿子的生命给人 那神要把神儿子的生命给人 从新约看的话 你可以浓缩到一个条件是什么 信 知道吗 完全的信 但是人怎么样可以完全的信 没有 我们从后面往前说 就发现说 除非我们知道 有任何的不信就是死 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信 所以耶稣的信 才能够作用在我们的身上 因为说就是说 人会 人要气是 等下就像我 我小时候那个 那个 好奇去玩 我才会知道说 那是他很抗 所以我早上会气 就是如果 如果 你去 碰一下我的话 我根本就 这个 其实那个抗 不是我的支持上的东西 所以上帝讲了他 我们 他可以照他的形象跟样式照我们 对不对 可是 人 还是没有办法守住那一个 完全信的位置 人没有办法 知道吧 因为 因为亚当可以 你可以说好我不吃 折饮又不吃 对不对 可是后面的日子还怎样 还很长啊 因为上帝的进化是要我们得神儿子的生命 对 那是最终的 上帝的目的要我们得神儿子的生命 那一个生命是要完全的顺便 是要完全的顺便 是要完全的顺便 所以上帝一直在 即使上帝在计划里面 祂就知道祂要受苦 祂如果要等人得救 祂就要受苦 祂如果要做成这个事 祂就要受苦 等我们往后看 就会上帝是在受苦 因为祂必须要忍耐 忍耐等这样一直顶撞祂 等这样一直犯罪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 罪的一些特色了 后面会越来越多 知道吗 罪不是只有开始 你这样自己做主 那自己做主到底有多不好 或者自己做主到底在当中 为什么上帝要我们 我们当然要自己做主 对不对 可是那个位置错掉了以后 到底有多严重 知道吗 因为我们还是要负责任嘛 负责任还是要自己做主 对不对 可是自己做主 却不在上帝之下做主会怎样 或者说 你没有把上帝认为是神 而自己做主会怎样 这样了解 这样了解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人没有把上帝尊崇为最高 最守卫的 那样来尊崇的时候 人自己做主会怎样 就好像你的孩子 你希望他长大 他也要自己做判断 对不对 可是他还是要尊重你 是什么 父母啊 是不是 所以你告诉他的 还是要在他自我做主之上 知道吧 你给他的规定 然后他下面要自己做主 那他要把你的规定放在什么 他做决定之什么 上 简单的比喻是这样 所以人还是要自己做主 但是他能不能把上帝 置在他的位置上面 置在他的位置之上 来做看待 那如果不行 罪就是不是这样 罪是不能服上帝的话 知道吗 罪是这样子 当我们的意识跟上帝的意识不同的时候 我们不服上帝的意识 这就是罪 所以罪就是我们的自我里面 不服上帝的意识 不服上帝的意识 好 可以 那我们就来看第四章 我们先来读第四章 我先读第一 有一日 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便说 耶和法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雅伯 雅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 该隐拿地理的出产为贡物献给耶和法 雅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子游线上 耶和法看中了雅伯和他的共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好 我们今天旁方向读好了 来 耶和法对该隐说 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 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不在门前 他必厌慕你 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雅伯说话 两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 打他兄弟雅伯把他杀了 岂和法对该隐说 你兄弟雅伯在哪里 他说 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岂和法说 你做什么事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 从地里向我哀告 第一开二口 从你舍利 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必流离 坏坏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法说 我的刑罚太重 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着我离开这地 你知不见你念 我必流离 飘荡在地上 凡遇见我的 必杀我 耶和法对他说 谈杀该隐的必遭报七百 耶和法就给该隐另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 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窝坊的面 去住在余殿东京 佛德之地 该隐的妻子从房他进就怀孕 身门淋落 该隐见到的一个床 就按着他 儿子的姜纳琴 跳脱不过 以诺生以阿 以阿 生以布雅丽 以布雅丽 生阿土沙丽 阿土沙丽 生阿曼 沙曼 沙曼取人的妻子 一个叫雅达 一个叫喜大 雅达生雅达 雅达是住在帐篷墨里 雅达生畜之人的祖师 雅达的生命名叫雅达 他是一切伤情最烧之人的时刻的祖师 其他又生了雅达胎尼 他是打造这样投协力气的 史达该隐的妹子是哪里的 拉麦对他 养的妻子说 雅达 史达 听我的声音 拉麦的妻子系统我的话语 赚年人杀我 我把他杀了 少年人杀我 我把他杀了 若沙丹 遭到七备 沙丽 遭到七备 雅达又离妻子同胆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请教 赛子 我们来看 继续来看 因为第四章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要继续看 刚才我们讲的 人寿败坏的辖制 人受罪的辖制 人在当中得不着生命 活在那一个极为痛苦当中的情境是什么 所以圣经创世纪一直要告诉我们 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 人是怎么样活在罪的底下 还有从这当中去认识救恩 如果我们不知道罪 我们实在很难去想象 救恩到底是什么 首先呢 首先 那么第四章一开始就讲到 雅伯跟该隐 雅当跟夏娃同房 同房的意思就是认识 认识 那认识这个字呢 认识这个字 这一个字是要紧的 要紧的 雅当认识了夏娃这个认识 认识 为什么 因为这个认识这个字将来在到圣经里面的后面 你们要认识 你们要认识耶尔法的认识 就不是客观的知识 而是主观的经历 我再讲一次 圣经用认识这个字呢 我们为什么 我们会 他不是一个客观知识 客观的知识 而是主观的经历 所以我们在讲 读圣经的时候呢 要明白这个 你认识耶稣吗 如果你的认识说 好耶稣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这个叫客观的什么 知识 那这样的认识 不是圣经讲的认识 因为那个跟你的生命无关 认识一定要是主观的经历 主观的经历 就是你实实在在去经历的 那个才算作认识 所以耶稣说 我的羊认识我 我也认识他们 正如父认识我 我认识父 所以这个不是客观的知识 知道吧 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 不可能像主认识我们一样 如果这个是讲客观的知识 所以所有的圣经讲到这个认识 都是要讲主观的经历 所以亚当跟夏娃 真正经历了身体的合一 那么他们就 所以我们合法就换成同房 所以那意思也是同房 那么他就生了一个该隐 该隐的意思就是上帝 指我得一个男子 那么这句话 这句话是夏娃在回应第三章的那一段话 记不记得你人的后翼要伤你的头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知道夏娃已经开始活在那个痛苦当中了 知道吗 所以他很希望很快的脱离 很希望很快的脱离 所以亚当也是一样 亚当给夏娃取名 也希望这个上帝给他的惩罚很快的脱离 很快的脱离 但是夏娃也是这样 但是显然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因为后面该隐并不是很敬畏神 对不对 所以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好了 所以圣经用一个讲法 就先讲亚伯是牧羊 该隐是众地 那么先讲这是一个圣经里面 在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 不是把所有的细节都讲 而是把那个最重要的讲出来 要了解喔 他没有办法所有细节都讲 所以他告诉我们两个兄弟 一个亚伯一个该隐 小的是亚伯但是先讲他 因为他比较重要 他比较重要 那么呢 所以先讲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众地的 那么有一日 有一日呢 这个字呢 第四章第一节的有一日 原文没有知道吗 只是在叙述上 要让我们知道 有个时间点 所以就用什么 有一日 其实他就讲 直接讲 那人跟他妻子夏娃同房 那么呢 后面这个有一日 就有一点点时间的 就是讲到年的终了知道吗 年的终了 那么该隐呢 就拿地理的出产为公物 献给耶和华 因为他是什么 种地的 那亚伯呢 也把羊群中投身的 跟羊的自由献给耶和华 那这边上帝还没有给他们献祭的条例 知道吗 等到后面我们才知道 原来上帝要的是投身的跟知语 知道吗 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 当时呢 显然他们有没有知道圣经没讲 圣经没有讲 好 圣经没有讲说我要的是羊 而且是投身的 而且是指由线上 圣经没有讲上帝有没有先说 对不对 圣经只是告诉我们 亚伯做的这个事 该隐做的另外一件事 好 后面才是要紧的 也有法看重的亚伯 先看重人知道吗 才接纳他的共物 不是因为共物而接纳人 是看重人而接纳什么 共物 那神看不重该隐 所以就也看不重他的共物 了解吗 不要反过来想 那么同样的问题来了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什么 脸色 所以该隐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上帝看不重 我给他献上的 对不对 所以该隐就怎样 生气 生气 好 那么上帝就问他 你为什么生气 为什么发怒 好 那么上帝就 后面就告诉他 你若行的好 且不蒙虐纳 你若行的不好 罪就服在门前 他必须慕你 你却要自服他 就表示 这个是一个要紧的事 圣经第一件讲到的事 就是人到上帝面前来 敬拜神 人到上帝面前来 敬拜神的时候 人就要当心了 你到底上帝悦不悦纳 好 该隐觉得我没有做错事 如果我们是该隐 我们也会觉得怎样 我们没有做错事 对不对 我是种地的啊 所以我献给什么 献上帝什么 地理的出产 对不对 但是上帝你为什么会 不愿纳 所以错不在我 所以表示什么 人眼目在看什么 看那个东西 你想要用东西来跟上帝怎样 交换 了解吗 上帝不要那个东西 因为万有都是他的 上帝要人敬拜 他是用哪里 心 心 所以该隐 没有去想他的心 到底对不对 所以上帝后面就跟他讲 你如果行得好 就是你的心如果对的话 你是站在你的 你如果尽你的本分 尽你的心来 你就会蒙悦纳 跟他共物没有关系知道吧 那么呢 如果你行得不好 就是你的心不蒙上帝悦纳的话 你所做的没有真正的用心 所以耶稣讲你们拜父的 要用心跟诚实 对不对 那么问题就来了 罪就服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 你却要自服他 我们先讲上帝第一个告诉我们 罪 前面都没有讲罪喔 对不对 第一章到第三章没讲罪喔 从第四章开始提醒人了 你里面 你罪已经在那里了 知道吗 罪就服 服是一个动词 恋慕 也是一个动词 那么呢 这里讲到 罪跟人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 服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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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讲到 一个野兽呢 强而有力的 蹲在那里 准备 等他的猎物过来 好去吞吃他 就是这个字 那如果你要画面的话 很容易想像 你会看到那个豹 花豹或老狮子 有没有 在地上慢慢怎样 爬行 对不对 那个就是服 爬到那个猎物的附近了 就蹲在那里 等猎物怎样 过来 所以 服这个字呢 对这个字很有意思 上帝 用两个动词去讲 一个就是 强而有力的 服在那里 第二个是 恋慕 恋慕这个字呢 就是 温柔可爱 知道吗 温柔可爱 就是醉 醉的特色是这样 如果 他要吸引你的时候 就是温柔可爱 知道吗 但是你犯醉了以后 他就变成 强而有力的狮子 把你怎样 吞吃 吞吃 所以醉 两个 一个 让你享受 最终之乐 一个呢 到最后把你怎样 吞吃掉 所以 神就跟 该隐讲 你要制服他 他强而有力 你也要抵挡他 他想要吸引你 你也要怎样 抵挡他 你要不断的跟罪怎样 争战 所以 要胜过罪 上帝已经跟他讲了 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你强 他就用温柔对你 知道吗 你弱 他就直接把你给怎样 尊吃 所以人为什么很难胜过罪 这样知道吗 因为 这就是罪的特色 罪的特色 好 好 那我们再回到亚伯跟该隐这里来 所以呢 一开始 夏娃以为 他生了该隐 上帝的应许要来了 对不对 他可以胜过了 他就会脱离这一个 这一个上帝给他的行法 给他的苦难了 但是呢 没有 那么没有 该隐不是 然后他生了一个亚伯 亚伯得上帝的喜悦了 得上帝的喜悦 对不对 所以神也让夏娃跟亚当知道 你要得上帝的喜悦 得上帝的喜悦 那来敬拜神 得上帝的喜悦 要知道 不是 不是你自以为是 不自以为是 知道吗 要上帝要接受你 接受你的心 好了 那么如果你自以为是 最后呢 最还是在那里 最还是在那里 好了 第八节 该隐跟亚伯就说话 然后就打起来 就把亚伯给杀了 你知道 说话 就是他们之间 就有一个冲突的 知道吗 那么呢 该隐呢 就 人就是这样 上帝不怨纳你的贡物 你如果要怀恨 是怀恨谁 对不对 可是你去怀恨上帝喜欢的 你知道吗 这个很容易懂 知道吗 如果你做一个父母偏心 就发现了 知道吗 两个孩子你喜欢一个 另外一个就会怎样 就会去想办法修理 那一个你喜欢的 这就是罪的本性 不是说拼心是好 我只是说罪的本性 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杀了以后呢 好了 上帝就让我们看见了 你看到没有 所以就带来杀人 要见吗 所以就带来杀人 那原因就是什么 就是 就是发怒 就有怒气 有恨 就杀人 然后上帝就问甘隐说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明明是他杀的 他还说我不知道 所以你看到没有 人就开始怎样 说谎了 因为这下子 没有人可以推责任的 知道吗 前面 可以推给蛇 对不对 可以推给女人 这里什么人都不能推 人就开始怎样 说谎 开始说谎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一开始是惧怕 开始是惧怕 再来人就开始怎样 说谎 推卸责任 接下来 没有人可以推的 你就看到说谎 说谎 那但神就告诉他 你兄弟的血 从地里向我哀靠 就是你没有办法隐瞒 地 你血 代表生命 知道吗 他的生命还在地里 还向我哀靠 那么地开口 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所以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所以这时候上帝就讲到 人开始受一个什么 咒诅 人开始受 本来地受咒诅 现在人就开始怎样 人也活在一个情境当中 就是什么 就是地不再给你效力 所以肝隐呢 就觉得 哇 难过了 对不对 前面讲地长出荆棘 跟吉利来 他是种地的 他知道很辛苦 对不对 那现在又不给我效力 那就表示什么 我拿到的变成是一个沙漠 知道吗 是一个旷野 那怎么办 所以肝隐就说 我的行法太重 但是他讲是 以致不能见你的面 哎呦 这句话还不错 然后下面呢 就讲到他了 然后再来一个很奇特 他说别人看到我会杀我 那表示地上还有其他人 对不对 那解经家就麻烦了 到底还是谁 所以圣经里面就很多派解释 那当然有一派解的就是亚当跟夏娃 除了该隐跟亚伯又生的其他很多人 好 所以表示呢 这当中已经地上还有很多其他人了 那么很奇特 他为什么说 欲见我的必杀我 表示什么样 表示很多人会想为亚伯怎样 报仇 知道吗 所以表示这些人跟亚伯 应该也有一些关系 对不对 那么呢 神就给他立一个记号 什么记号我们不知道 所以看到没有 你就发现了 你犯罪以后 就 第一个夫妻关系已经破坏了 对不对 他必恋慕 你必恋慕他 他要怎样管辖你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关系破坏了 再来呢 再来就延伸到兄弟 跟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怎样 破坏 破坏 所以呢 所以呢 人不仅惧怕 人开始 不得安息 人开始 人也说法 也不得安息 然后 该隐讲了一件事情 就离开神的什么 面 因为后面 上帝就 没有在这样跟人面对面了 有没有 不在 不在 所以呢 帝被受咒诅了 这边 该隐也讲对一件事 离开上帝的面 离开上帝的面 好 那么之后呢 就告诉我们 最一直扩大 知道吧 其实最一直影响力 影响的面 越来越大 接下来是什么 该隐呢 又起了七 那么又生了以诺 然后所以他就建造了第一座城 知道吗 第一座城 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害怕 害怕怎样 别人来怎样 侵犯他 所以人的惧怕 让人呢 开始想要自我保护 神给他做一个记号不够 他还要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 人开始自我保护 神一方面自我保护 一方面把别人分开来 我在讲 神我们一方面自我保护 一方面我们也把别人怎样 隔开 隔开 所以人跟人之间就怎样 因着人对人的惧怕 因着人对自己的保护 人不安的心 人就跟人就怎样 隔开 好 这就是罪的影响 所以 所以啊 人就害怕 所以我们早期 我们四十多年前 去国外念书的人 最羡慕美国没有铁门铁窗 知道吗 现在当然不一样 早年我们四十多年前 去国外念书的时候 他们没有铁门铁窗 门也不太锁的 嗯 我们就很羡慕这个地方 对不对 那时候台湾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林阳港先生 他说我要三个月 就让铁窗叶萧条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在笑 你就看你三个月 看你能不能让铁窗叶萧条 他当内政部长 他说他要检查怎样 铁窗叶有没有萧条 没有啊 没有萧条 对 所以人造成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人担心害怕恐惧 所以只好拉开人跟人的距离 想办法保护自己 好了 那么呢 人就想把自己的名留下来 所以他用他儿子的名 命那个成 知道吧 所以表示人就开始看重自己 看重自己 好 一直生 生到拉曼 拉曼的时候 这时候取了两个妻 你本来是一夫什么 一妻 所以这时候人开始取两个了 知道吗 开始取两个 那人越来慢慢累积一些知识 所以雅八就可以 告诉人怎么住葬桶 怎么样牧养牲畜 然后 做油巴就是 让人知道怎么样做 做液器 然后喜拉生的土巴该饮 土巴该饮是 知道怎么样用矿石 知道吗 铜铁利器 或做铜匠铁匠的祖师 这个铁很晚才有 知道吗 以色列人讲到铁的时候 是讲到什么 讲到非利式人的时候 他们才用铁 对不对 所以很晚才有 所以有人说 创世纪不是摩西写的 摩西的时代还没有铁 他讲的不算对 因为这个字是讲到 人会直接用矿石 就以前的人不知道用矿石 但这个土巴开饮会用矿石 知道吗 就是说你怎么样用矿石 那土巴开饮开始知道 开始知道说把这些矿石 想办法敲碎 再用烧的方式把它融 对不对 然后那个慢慢去融 融出那个他要的矿石出来 再用那个矿石去打造器械 铜也好铁也好 铁也好都是一样 那当时铜的温度可以比较低 所以人比较早期先用的一定是什么 铜 然后这时候拉麦呢 拉麦对两个妻子讲 你看他不仅娶了两个妻子 他又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 要细听我的话 看到没有 就是说你们要很重视我说的 很重视我说的 壮年人伤我就把他杀了 少年人损我我也就把他害了 这两句话一样 就是谁得罪我我就把谁给怎样 杀了知道吗 然后呢 如果杀高隐的招报七倍 杀拉麦的招报七十七倍 这是他自己说的知道吗 所以你看到没有 人就到了一个有仇要加倍奉凡 知道吗 然后呢完全是自我 有没有管他人的存在 没有这就是罪 所以你看到罪就越来越怎样延伸了 不仅在人际关系上 也在人跟人的相处上 然后接下来在夫妻关系上 接下来在这个 以自己为那一个为主的 所以他不仅不仅这一个 挟制他的妻子 也挟制所有他身边的人 然后把自己抬到一个 无比的高的位置 那么上帝又继续告诉 告诉我们说 亚当呢又生一个叫赛特 那这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赛特呢 有机会 有机会取代那个亚伯 因为亚伯他原来希望怎样 希望是那一个 帮助他脱离这个咒诅的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 这个亚伯 然后赛特有机会 然后呢赛特生了一个叫以罗氏 以罗氏 那以罗氏才求告什么 耶和华的名 看到没有 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呢 到了这个以罗氏的时候呢 那时候人才知道说 要回归到什么 上帝面前 为什么 因为已经经过了很多代 人都没有脱离那个什么 生活上的难处 知道吗 地给人长出荆棘跟地理 人和牛马 面才得虎口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又越来越差 对不对 那么前面 该隐还有上帝出来 做事情 那最后面都没有 那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人 真的 人跟人之间 社会变成一个很难 很难存活的社会 这时候人就开始怎样 求告什么 神的名 求告神的名 好 我们停一下 所以整个从第三章 今天讲的就是 我们看到罪 罪怎么入的世界 所以圣经讲 罪因亚当一人入的世界 因为亚当是负责任 负责的头 所以亚当没有阻止 这个罪 那么罪就入了世界 然后我们就看到罪 会开始延伸 知道吗 罪会开始延伸 那罪呢 罪是什么 罪是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当先 罪从什么地方开始切入 是怀疑神的话 知道吗 怀疑神的话开始 第二个 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当我们怀疑神的话 我们又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 就被罪给抓住了 被给罪给抓住了 然后我们看到罪的影响 所以呢 人开始 罪有三个特性 这边呢 第三章跟第四章 我们看到 第一个 说法 所以圣经讲 这个蛇 撒但 是一切说法人之父 对不对 是罪人之父的意思 所以罪的第一个 就是说法 说法里面的本质 是因为自私 自私 人为什么说法 因为自私 第二个 第二个 人跟人会比较 雅伯跟该隐 你就看到该隐跟雅伯比较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 人就会有 骄傲跟忌妒 骄傲跟忌妒是一起的 一起的 人比你好 你就忌妒 你比别人好 你就骄傲 所以罪的 在人生命中的 第二个特色 就是忌妒跟骄傲 第三个呢 第三个 是人落在一种 懒惰跟无知当中 因为人不知道 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知道吗 这是人的无知 第二个 人懒惰 人开始懒惰 知道吗 因为 人汗流满面 才得糊口 知道吗 所以人很特别 人从这边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呢 就想办法要 要别人来听你 别人来 随着你的意思 那么这些 其实他就是一个 一个人就懒惰 所以神要后面的圣经 慢慢会记载 所以不是只叫我们去做错事 知道吧 了解吗 所以其实带来的是我们的 我们就是自私 自大 骄傲嫉妒就是自大 自大 自私自大 人就是这样 那么呢 人就开始想办法 想办法在当中 看能不能什么都不要做 所以人 人就会懒惰 所以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要我们什么 第一个要我们诚实 第二个要我们谦卑 第三个要我们殷勤 那你可以知道 很难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本相 知道吧 我们的本相不是 所以我常常在讲的就是说 你不太容易看到有一只蚂蚁 在旁边打棍 你看那一堆蚂蚁就在那边走啊 走啊走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也不需要有一个工匠在指挥 有没有 觉得那蚂蚁在旁边管 努力一点努力一点 怎样怎么偷懒 人要 人要 你不会看到有一群蜜蜂 那有几只在那边管 他们会各施其职 他们会各施其职 但是人不行 人不行 人不行 人的 人的 罪的本性 让人没有办法这样子 好 这个部分跟大家提一下 那么这边我们看到罪是什么 罪是人对上帝的亏欠 知道吗 后面会告诉我们 罪是人对上帝的亏欠 那么将来罪会造成人对人的亏欠 好 罪一开始是人对上帝的亏欠 那接下来就是人对人的什么 亏欠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是没有亏欠上帝 对不对 上帝为人造了一些人 却不听他的话 所以罪就使人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罪就让我们亏欠人了 自己不负责 又把责任推给别人 对不对 又把责任推给别人 那别人做得比你好 你就不喜悦他恨他 我们人就人就开始亏欠 所以 罪带来的 那么这些捆绑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咒诅 就是一种捆绑 一种捆绑 把那个本来的功能给捆绑住了 帝本来为人效力 对不对 那功能被什么捆绑住了 被捆绑住了 所以我们在当中呢 就受了这些 那么里面呢 都是惧怕 都是惧怕 好 这些我们都可以从当中呢 到了第四章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罪的这些 到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说 罪只有越来越严重 没有办法慢慢收回来 知道吗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的那个 耶路华对该隐说 你兄弟也在哪里 然后该隐就说罪 他说我不知道 我请示看守我兄弟的吗 他讲我不知道 就说谎 可是他那一下面 我请示看守我兄弟的吗 所以有吗 就是他应该 神没有要他看守他兄弟 对啊 神没有要他看守 那他讲这句话就变成 不是谎言是跟他 他不是 就是说人 人是这样 人说法 然后就要找一些借口 来支持自己 知道吧 所以其实第二句 我请示看守我兄弟很沉溺的 是为了支持天下的吗 跟前面的谎言是没有关系 但是人会拉 拉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明明做错了 那你要拉什么理由 都是妹妹怎样啊 都是哥哥怎样啊 有没有 啊理由都用完了 还有理由可以用是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是不小心的啊 人就是有理由知道吧 所以事实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就是 所以这就是 就是罪人的本相 对啊 对啊 就是人要想办法安身啊 因为人 人就不能够安稳啊 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发现 就是说人不会自己悔改 知道吧 就是你看到到第四章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一个人说 上帝我错了 嗯 没有 人不会这样子讲 知道了 所以像大卫这样会认错的 还是很难得的 就是你看不到 你看不到一个人在当中啊 就是 就是可以跟上帝认罪悔改 人总是第一个想到就是理由 人或上帝有说 沙甘营的一朝报七备 那上帝的话就会成立 为什么拉曼的话 他还要自己在说 什么沙拉曼一朝朝报七十七备 他就学上帝 就是七备的意思 七备不是说你如果杀该隐 那你要被杀七次 那怎么你只有一条命啊 七备就是讲到上帝说 你一定会招报 那个招报是完全的 对等的 那是呢 拉曼就觉得说 嗯 如果你杀我 你比杀该隐还更加的什么 严重 这就是人的自大 就好像说你如果杀我 那我就灭离全家一样 所以人就越来越什么 越凶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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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刚刚你讲的那个 就是上帝是要给我们神的这个身份 可是这个都是在那个 就是人犯罪之后的那个 对啊 要不然人怎么 上帝怎么会给人有自有意思去选择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上帝给人有自有意思嘛 所以要嘛就是你 诶 你没有犯罪的时候 你就是有那生命的 生命树 就是我们还是有那个生命的源头的那个 那个就是跟上帝连结啊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是B啊 是因为我们自己去选 是吗 然后我们去选择那个 吃就是犯罪 所以才会有这个救赎啊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我们的自由 所有的受造 受造的界的里面的自由 都不是绝对性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是 对不对 它都是一个本于上帝给你的位置 跟给你的能力你去行使的嘛 你要去做判断嘛 对不对 因为你行使 人任何行使自由都有后果 比如说你今天 我讲一个比较夸张的 如果楼下有人找你 那你不能看看说 你在楼下等我 就把窗子打开 就跳下去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自由 对这是你的自由 但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什么 所以当上帝给人的这些自由的时候 所以我才讲自主跟自律 就是上帝给我们自主 每个人受造的都有自主知道吗 但是都不是绝对性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能力都不是绝对的 都不是绝对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自主的当中 我们就要自律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不行 这样子可以 所以上帝给亚当的时候 其实就是给他自主 跟给他什么 自律 然后他在当中去知道怎么样 是自由的 他如果听上帝的话 他就是自由的 那有人说我听上帝的话就被限制 其实也不是被限制 因为上帝有律在当中 所以我刚才的律词很容易懂 对不对 你不能多说我要怎样就怎样 你不能说上帝你给我自由 那我就从顶楼跳下来 看会怎样 看你会不会哪个天使把我接住 我们不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一般讲自由意志的时候 其实是在讲自主性 所以说上帝你给我自主性 对不对 那如果我有自主的时候 我是不是不要受干预 那事实上不是不受干预 其实我们的自主性都受干预 受什么干预 受我们能力的干预 受我们本质的干预 对不对 你有自主性 比如说今天吃到饱的 你有没有自主 有啊 没有人能够限制你 对不对 那如果你就 你又有痛风 你又专挑那些鱼虾贝类的吃 然后汤又尽量喝 那你第二天就怎样 你就发作了 那你就要承受那个痛苦 所以我们我们我们的自由意志 即使是要思想 我们是有限的人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 智慧是有限 我们是活在上帝的很多律的当中 律知道吗 对不对 我们活在很多律当中吗 那我们都要 我们有智慧的人 就要遵守那个律啊 我们的说一句说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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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娃受了神以后 他没有 他没有 真的假设 当我们要 夏娃平安是 夏娃也不受 然后 假设那夏娃就正要做 那最后其实 神的心意就满足 那其实这些都会 他们就不成功 那但是因为 是犯了罪 所以 这个 这个 神的那个心意就破坏 所以才会破变 所以 亚当那些小蛙 如果说 他在自由意志底下 他没有选择 就是守神的律 自主自律的话 那他们 社会人自然的当然 就会接受成为神 神 就会有神而成 你知道吗 不想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对 问的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他们都不犯罪 所以他们就会自然而然 成一生 他们都不犯罪 他们都不犯罪 因为神版 就是要这样子 但是因为 犯了罪 所以才会有破坏 这些事情 是 你是为了这样的 那个 我们 我们只能用对比看 对 比较好的对比 就天使 天使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天使里面去看 天使就是 一直活着的 那天使呢 就分两种天使 对不对 一种是蒙拣选的天使 一种是不守本位的天使 就两种天使 所以天使也是一样 他们永活在那里 他们能力也比我们大 是不是 那他们也是有同样面对 同样的 他们的选择 他要听上帝的话还是怎样 不完全相信上帝的话 其实也是两种天使 像加百列 像我们看到的 这个 这些 这些 好的天使就是什么 相信上帝的话 那撒旦就是什么 不服 对不对 对上帝有些话他不相信 所以我们看天使就可以知道 如果 人一直活着 就像天使这样 那你还是有一种 是相信 一种呢 一直相信 那一直相信的天使 他们也在看有没有 天使也在查考这些事啊 就看到底是怎样 所以如果人一直不犯罪 人就要一直看 上帝的作为一直是什么 那么 那么天使呢 那是堕落的天使 上帝却没有给他们救恩 却给我们人救恩 那差别就在 人有这个身体 的一个特别的经历 特别的经历 天使没有这种经历 其他对比我们就不好找 嗯 好 还没有问题 第一个是那个 二个来源 就是 具体来说 因为如果 就是 看到前面的人讲的话 就很知道说 善 唯有就是 神之善 那可是 二的来源 就是 很多人也在问 然后 到底天使是 什么 为什么 会有这个二的影响 好 我们 我们一般讲二的时候呢 要讲 简单说的时候 二 第一个就是 二的一个认定 就是它的标准 好 那我上次跟你们提 就是 只有善有标准 就是上帝才是良善 所有不到上帝良善的 就变成什么 二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 善跟二的定规来讲 第二个 第二个 二呢 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 二是代表 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知道吧 或者 在他的 上帝所造的 功能当中 没有去达到上帝要的 这就是什么 就是恶 比如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对不对 要怎样就怎样 好 那你就发现 这些上帝看都是好 对不对 但是上帝说你不可以吃 那人没有达到上帝要的 这就是恶 所以上帝并不需要去造恶 而是造了让人有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本身不等于恶 是我们要怎么样用这个功能 那这个功能本身跟善恶无关 是我们里面去决定的那个地方跟善恶是有关的 所以上帝可以造撒旦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 非常有智慧的天使 功能都造给他了 那下面的问题来了 他要不要完全听上帝的话 他要不要完全信上帝的话 那有人会问说上帝为什么不照完全相信他的 那我就跟大家讲如果完全相信他 他就完全是被动 那这个功能就完全被限制住 所以上帝要给一个功能 是一个是什么 是一个自主的功能 没有那个自主的功能 那个价值就等于怎样 自动的是什么 降低 什么叫没有自主的功能 比如说植物 植物上帝照他是怎样 他就照着原来上帝的功能去走而已 比较简单 他就没有自主的功能 动物就有一些自主的功能 那越高的塑造物 自主的功能越什么 越高 所以基本上来说 我们讲的是 一个是标准 一个是上帝造的那一个功能 知道吗 那么神造善也造恶的意思是讲说什么 神造一些人 他显出善 神造一些人显出什么 恶 所以是讲这个部分 比如说神兴起 迦勒底人 他们是恶的人 神先给他们机会兴起 上帝为了他要达到管教的目的 他会做这个事 那如果像后面来看 有些就是旧约里面的 序述里面会知道说 比如说 恶的灵 然后怎么样的话 还是从上帝来 还是从上帝来 的那个序述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看待 就是当上帝说 谁去让他们受骗 那有的灵就说 我去当那个谎言的灵 让他们受负 所以是受差遣的灵去做这个事 而不是上帝去造谎言的灵 这两个不一样 那撒旦才是说谎的人的灵 什么 他说谎是从他那里来 那那个是不听不信上帝的结果 那两个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人到 新天新地的时候 我们自然可以这样讲 我们就有那一种智慧 因为圣经讲 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跟救赎 对不对 我们到新天新地 我们就有耶稣那一种智慧 那种智慧是什么 我们就不用再去想 不听上帝的话会怎样 因为属灵的人 他到最后会参透万事 对不对 那你看在旧约的时候 夏娃被骗是说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就可以眼睛明亮 对不对 他就相信这个理由啊 不管他相信的程度有多少 他总是怎样 受了影响 但是我们到新天新地 我们不会怎样 我们的智慧比这个高 因为我们走过这个救赎的道路 对 李哥哥你刚刚有说给 我们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是各里说前主里有说 对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世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对 所以即便亚当他 他不是那一次受诱惑 或没有犯罪 所以他之后也是有可能 反正你只要在那里 撒旦一定要跟上帝拼到底啊 但是撒旦没有显出他的这些 不好的时候 他还可以在天上跑来跑去啊 对不对 一直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他就没有位置了 因为他所有的想法在 他认为没有可能 结果可能啊 原来可能的方式是什么 神的儿子亲自成为人 然后完成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刚才读启示录 不是征战最后他就下来了吗 天上没他的位置 所以天上讲的 那控告你们已经摔下到地上来了 下面那一句话 他说地跟海有过的 知道吗 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比以前更什么 更是罪恶捆绑的环境当中 所以他 撒旦也知道圣经啊 所以他知道什么 知道说 上帝要的 人有一个数目 所以他只要想尽办法 让这个数目怎样 达不到就好 所以他为什么他要想尽办法 让人不得救就好 所以他尽量想办法 就是让人不是真的得救 知道吧 假的得救他不怕 假的得救不怕 对不对 反正不是真的得救就好 反正不是真的得救就好 所以说他中间摘好之前 或是献祭 还有我后来的 言和法说的话 事实上应该是说 中间是不是审念了一段 其实他在审 审写了一段就是说 其实该女他普常的行为 其实 言和法都觉得他行为不好 所以他在献祭的时候 言和法就不喜欢 然后后来他又 但他都不知道 然后所以他后来就 怪罪耶稣 就 他就 他就 他就怪耶稣 不要他的后路 所以 最常有第六节 是不是中间是不是因为 我们从第六节看 是不是 其实前面圣经有写说 其实该女之前 她的行为主 就是该女是一个 以自我为中心的 即便来敬拜上帝 还是以自己怎样 为中心 可是圣经 就是他自己不知道 或者说他不认为是这样 或者他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 但是他不知道这个 完全以自己为中心 因为所谓人的问题是说 好那我相信有上帝 那我就尊重你上帝就好 那个不是这样还不对 因为人应当 如果你真的以敬畏上帝 你就要爱人 你就要怜悯人 你就要跟人是一个 对的一个 就是对神对人 态度都要是对的 但是显然 该隐对人就不是这样 就不是这样 但是该隐还不知道这样 后面只是 就是借着他的身所行的 把他里面的样子给显露出来 所以求告的意思是 雅伯刚也不是也有献祭吗 对不对 但是人呢 人呢 人还是自己想办法生活 知道吧 而不是去怎样 去向神求 向神求 求什么 求人有需要的 第二个求告约法的名 比较是讲的 不是用条件交换 知道吗 前面人比较会用条件交换 就是上帝我献祭给你 你要对我好 求告的时候 比较不是讲这一个 这一个条件的交换 不是条件的交换 而且求告的时候比较 到亚伯拉罕求告的时候 比较是感恩 在这边求告应该是人 那时候才真的觉得需要上帝 那我们就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有时间继续的来思想 创世纪第三章跟第四章的话 我们知道这当中我们要很 在你的话语里面 对你观察和提醒 好叫我们明白我们人的本相 当我们走在这个趋向死亡的路上 我们才知道这当中何等的可怕 我们也请你来保守和帮助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是靠你自己的救恩 在你的救赎当中 我们才能够从罪的捆绑中脱离出来 那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 来认识我们的本相 好叫我们能够将心归给你 能够信得过你 也知道你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 我们谢谢你 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 赐福给众弟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